我们为什么要弘扬黄庭内景经 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错在哪里 你是一个载体 你是一个什么载体 你是一个整个宇宙的载体 在你的黄庭的中心 就是宇宙的中心 你为天地立先 这个心就在你的黄庭 就在心中心 我们这个心近虚空变法界 大到没有边际的 因为大到没有边际 所以不能用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点去发力 去用 所以是圣贤 为什么我们指的这个窍 叫心中心 它就在你身体的中央中 这么一个点 你要从这一个点发力 你才有根底 你才有力气用 才有一个七十点 所以是黄庭经让我们认识到 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心中心 真正的真我的所在地 真主的所在地 就是这个点 从这个点上 安身立命 从这个点上 为天地正先 从这个点上 把一些所有的 偏邪的导正 这就是黄庭经的巨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这个身和宇宙 同样是一个载体 只不过我们的身体 是个小载体 宇宙是一个大载体 那么我们这个宇宙中 充满着四圣法界的圣众 充满着六道众生的众生 这是巨型宇宙 那回到我们的身体的 全息缩影的宇宙中 我们体内也有四圣法界的圣众 也有六道众生的众生众 在我们体内 这就是我们体内的千神万神 大阅版法院中 特别强调 文武百尊 总共文的本尊和武的本尊 总共是一百零八尊 这一百零八尊的圣者 本尊在哪里 通通在你的体内 不是在体外去寻找这文武百尊 我们在释迦牟尼的等身庙中 尼伯尔的等身庙中 发现了大量的古代的一些典籍 类的一些图谱和雕塑 同样描述着身内这个世界 是一个千神万神 共生的一个生命体 《黄庭经》告诉我们 正是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们头顶有九宫 有九真人 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四圣法界 所居住的宫殿 我们有颅脑腔 有胸腔 有下腹腔 这就是三界 我们的肚脐往下 有九大地狱 我们的体内有千神万神 宇宙有多少个生命体 我们身体内就有多少个生命体 这叫全息科学 无遗异漏 所以古人为什么那么伟大 没有任何的望远镜 电子设备的前提下 他知道了整个宇宙的结构 因为他们研究透了自己这个身体 研究透了自己的颅脑腔 胸腔下腹腔 研究透了自己的五脏六腑 人之事迹者 入见起肺肝燃 这是孔子的一句话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圣贤 讲的一句话 也就是说 所有的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 几乎人人都可以内视自己的心肝脾肺肾 内入世起肺肝燃 两千年后的人类 我们堕落了 我们两个眼睛只剩前孔了 堕落到今天这样的低级趣味 俗无可堪的 一群很实俗的人的水平 人间纷纷秀如如 秀不可闻 北见得很 堕落得很的一群人类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从黄庭经 觉醒过来 明白我们是很尊贵的如来种 我们要使自己的这棵如来种子 尽快地开花结果 尽快地去利益大种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是一棵生命树 在我们体内的生命树 古代在马王堆的时候 三千多年前出土的 有一棵生命树 又叫长生树 实际就是指的你体内的 以中脉为主干的 加上七个脉轮展现的 八脉道系统 和全身的七万两千条 细脉的系统 的枝和叶的伸展 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生命科技 但是我们今天因为 通通向外追求财富 追求物质 追求名利 我们失去的向内 寻找真正的自我 寻找真正的 生命的意义 我们丢失了这样的一个根本 我们误入其土 所有的圣贤出世 都是为了告诉你 你错了 你回来 回到身体内来 回到身体内 依什么而修 可以今天很准确地告诉大家 依黄庭经而修 黄庭内经经 外经经 还有一个欲经经 这是黄庭三部经 但是大家不要贪多 你现在就把黄庭内经经搞好 弄通弄透 其他的中经经 外经经 这两部经 马上就通达了 这两部经营